新年恭喜今天是大年初五 在此先代表新唐人亚太电视 向观众拜年祝贺 就在收假的前夕 今天民众明显感受到气温下降 不过气象局表示 G3渴望回暖 而星期六还是要注意 可能将再有一波湿冷天气 随着年假接近尾声 晴朗高温的好天气也转为湿冷 昨晚开始受东北季风的影响 气温奏降 白天温度降幅达到7至8度 民众的口罩 羽绒衣 围巾等预寒装备都戴上身 气象局表示 明后天东北季风的强度会逐渐减弱 温度将小幅回升 高温渴望来到25度 北台湾的话 大概跟今天相比 回升到3到4度左右 大概可以来到20到22度 那其他地区的高温 也会有一些回升的情况 那这样的情形 水气上跟今天相比 会稍微减少一些 不过在东半部跟北部地区 还有中南部的局部地区 还是会有一些短暂雨的情形 不过在7号礼拜五之后 受到另外一波封面通过 周末天气将转为湿冷 这位地位那是12 13度左右的情形 水气上也比较偏多 因此8号到10号这几天 在中部以北还有东半部 会有一些短暂雨 那南部的山区也会有一些短暂雨 明天好天气 迎接上班后 气象局提醒 民众这周末如果要外出赏花 记得攜带预含衣物和雨具 以备不时之需 新唐人亚太电视 胡宗和张玉华 台湾台币通道